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现行 台湾兵役制度男生得服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但这看在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眼里完全不够 不只建议台湾男女都要当一年兵 艾斯培跟喊话台湾国防预算规模也要提升到 占GDP的3.2% 军事专家也直言台湾国防实力确实有必要再提升 男女皆当一年兵 朝野立委也持开放态度 我是很愿意来为台湾来当兵 如果未来台湾有需要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很乐于为台湾当兵 确实必须要提升 全民皆兵也好 或者男女都服役 是方法之一 但是不是唯一 对于艾斯培献策 总统府虽然没有评论 但仍感谢对台湾支持 至于疫情要不要延长 仍在评估阶段 兵役制度的改革需要综合考量敌情威胁 那么也会审慎周延的收整各界的意见 来做研究 国防部也强调会纳入考量范围 虽然共军威胁日益增加 但恢复一年兵 加上男女都得服役务役 知识体大确实得从长计议 三人喜欢我们走开 台北报道